所來的關心天氣孝仙 受到地露方面影響全台灣國地 最近這幾天都在露雨 尤其是中部地區 雨比較大 過去日子西休時 旅測 火龍 最多是在台中的兩針到清水 旅測應超過三百二十米米 派消息是 雨也不會露雨 中間氣象表是說 西方部議員都要風風大雨 局部所在的雨會比較大 尖對全台灣中間十七的館齊 有法報有得報 這要到禮拜 禮拜天氣才會比較好 不過議員就要注意 短暫性的大雨 後一半的方便 有可能會在五月節連鎖 我們鄉親也要做好心理準備 大家走路 都很生日在走 就怕水噴得很大 不過不要只注意土壤 也要看頭前路跟不安全 會知道 鄉鄉一張手倒下去 去帶著民眾的車口 這幾天落大雨 讓土壤感受到現場 上次有三百八行的齊劃動機 可能沒人到傷 不過當時才會沒有雨 大家等到禮拜天 天氣才會慢慢變好 台中這附近 可能都還是有一些強降雨 包括台中彰化 其他西半部地區 今天還是持續大雨 而到了明天 其實整個對流的降雨 會逐漸的趨緩 到週日 整個降雨的情形 也會越來越趨緩 不過要留意局部山區的 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去旁邊 北部地區在日日九二六度 中南部官員來到日北九二九度 南部地區十二四九二八度 後禮拜都會繼續維持這個數學溫度 不過後禮拜日 也就是五日在前 鄉驚又要變天了 端午連假的時候封面的位置 差不多就在台灣的北方的海面上 那離我們不算太遠 中部南部因為直接面臨這種西南風的環境 所以他會有一陣一陣的這個降雨 那山區的午後熱隊友的發展 應該也會變得比較旺盛 好了幾天 讓民眾的心情對著吵喚 後一天讓民國未來 民眾都要注意天氣的變化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字幕 fasc不可不可忠